面对棘手的英文试题 学生透过家教老师的指导 只要掌握关键字词 就算不能完整读懂内容 也能正确解答 北投区公所送暖就学服务 继桃园国中之后 这回来到关渡国中 临选六位国防大学政治作战学院学生 针对弱势孩子采一对一家教方式 加强他们的英文数学能力 我们也是继桃园国中之后 有这个机会 让我们的年轻人 取之于社会 幼稚于社会 来回馈这些年轻人 我们挑选的学生 有很多不管在学习的经验上面 也都可以提供给他们参考 北投送暖计划包括生活救助 就业 救学 救医等四项支持性服务 透过地方力量捐助 来帮助隐姓弱势民众 让他们能获得周全的社会照顾 及网络支持 由这个政治作战学院提供师资 那学校来筛选适合的这个小朋友 让这个一对一的方式 来进行所谓家教式的服务 那我们希望就是透过这个 这个大学生跟我们国中生 年轻人的相互的对话 然后让他们能够逐渐在这个学业上面 能够获得进步 北楼区公所特别举办感恩茶会 邀请多位长期关怀北投的地方士生参与 除了感谢他们的慷慨解囊 也期盼这项服务能扩展到其他国中 延续善的循环 让爱心向下扎根 记者邮詳亭台北采访不到 也期待